各位欧文带你看布里斯本地产的观众大家好 今天欧文又给你带来一套比较经典的房产 这套房产是位于59A Bougainvillea Crescent Calumville 这Bougainvillea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是昆斯兰的一种特有的一种花 叫做三角梅 是热带的一种花 那用这个Bougainvillea来命名这条街 显得非常的优雅 所以我们看这套房子 这房子差不多十年左右 是按照以前Plantation在十年前的经典户型来造的 它属于Plantation两层当中比较大的户型 一共是五个房间 三套位于两个车库 我们进去看一下 那这个房子首先它的朝向非常的好 它是南北朝向 在昆斯兰澳洲 我们是南奔酬 南北朝向是最好的 它阳光会比较充足一点 然后还有这边这块地 也是现在男人可贵的大小了 它是650平方米 面也比较宽 那屋主就是说 造完房子之后 因为他家也有小孩 有宠物 就是说把这个全部拦起来了 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 OK 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 那么首先我们到了房子的内部 这个房子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说 它的建造的风格是非常的现代 但是非常的实用 里面的话它每个角落 每个区域都有它的功能 首先我们进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就是一个正式的会客厅 这边还有一个主人办公的书房 所以我们再往里面走的话 因为房子的地比较的宽的话 所以它造的房子也比较宽 所以它可以有三面 非常巨大的落地窗 这样就保证里面 室内的光线就比较充足一点 所以说我在很多期视频当中都说过 开放式的设计是非常受欢迎的 开放式设计呢 是专门为这种典型的澳洲家庭 比如说是两个大人两个小孩 所以小孩在这边玩耍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边做做菜啊 他们在后院踢球的时候 你也可以看着他们一点 OK 所以开放式的设计是非常受欢迎的 OK 所以这个房产的室内面积 是达到将近370平方米 是两层当中比较大的一点 那我们上去看一下楼上 楼上是一共五个房间 三套位于其中两个房间十套间 OK 我们到了楼上的空间 首先说这套房子是非常实用 我们在屋主设计的时候 它有放弃了楼上的一个 把这个整个sitting area 它换成了一个额外的房间了 所以楼上一共是五个房间 加主人套房 首先我们看一下主人套房 非常气派的双开门 开进来之后 你就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空间 主人套房我也说过很多次 在我视频当中现在是比较倾向于 让主人生活得非常的奢华 空间非常大 所以它在整个建筑比例当中 提升了主人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环境 跟它的大小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往这边走啊 还有一个走入式的衣柜 那衣柜的面积也是相当大的 那一套相当漂亮的开放式的主人的卫浴 带有按摩浴缸 两个basin在这边 然后还有一个shower 然后接下来这边全部 就是个人的居住空间了 你可以作为小孩的空间 或者作为爸妈的空间 那这边我带大家看一下 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是屋主特别为他的父母来建造的 因为大家共用一个洗澡 是比较不方便的事情 所以这边就造了一个套间